哈喽大家好我是阿哲 欢迎收看这周的哲作来嘎店 这礼拜稍微晚了一线时间发片啦 原因就是前几天去台北拍三星发表会嘛 所以整个进度就这样顺延一天了 那能确定的是 近期有这里的发片频率应该是会很可观了 你们看这部的时候应该是礼拜一嘛 然后9月13号礼拜三的凌晨 又是盛大的苹果发表会 我也会跟去年一样先做个初次心得 接着没意外的话 周末之前又还会有另一部影片 然后还有这周末的东西要弄 想着想着好像越来越觉得不妙了耶 反正我就亮丽而为吧 至少我还是很期待 到时去店面上手各个颜色的iPhone 然后对他们下评语那些的 总之在这之前 废话不多说 大家先一起来充电吧 首先第一则新闻 近年9月1号 微软公布了一则消息表示 Windows内建的温数处理程式 WorldPad即将淘汰 但没有解释任何原因 只表示之后就不再更新它 然后会在未来的Windows版本移除它 我还记猜这里有可能将在Windows12推出的时候 进行删减 那这个WorldPad早在1995年7月就问世了 是个最初发表于Windows95中的文书处理软体 那各位应该比较熟悉它的另一个软体 NotePad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记事本啦 它发行于更早的1983年 在最早期的Windows1.0就有搭载了 功能就是用于纯文字处理这样 而且还有个东西也是同时期发表的哦 那就是这个具有更多功能的Microsoft Word 而WorldPad的功能就是在这两种应用程式之间啦 比NotePad还多元,但比Word还阳春 比如它可以放图片进去,但没办法插入表格 这么说来,难怪它会叫做WordPad 因为它就是个结合Word还有NotePad的产物 那其实也就不难想像为何微软会想停止开发它了 它的定位蛮尴尬的啊 我如果单纯想做文字编辑,记个笔记 那我用记事本就好了 而我如果要进行更丰富的文书处理 那我有Word这个东西不怕不够用 WordPad对我来说比较像是给那种 民安装微软Office的使用者一个简单的替代方案 我自己的话是真的蛮少打开WordPad来用的 你们在Win10还有Win11开启WordPad 你会发现那个界面还有图标 这里还停留在以前大概Win7的风格 不像记事本量到现在都还有在改版 交入一些新功能 这也证明Win10也不太想维护它了 但这是我自己的使用习惯啦 营幕前如果有经常使用WordPad的各位 也可以分享一下你的用途还有为何想持续用着它哦 那么下一则新闻 我在好几期之前的嘎店不是有说过 将来除非Google自己释出有关Pixel 8系列的消息 否则我不会想再将相关的爆料报给大家吗 结果这则新闻就是Pixel 8相关的 因为没错这是官方自己供出来了 9月8号的时候 Google在自己的YouTube频道Made by Google 公开了Pixel 8与Pixel 8 Pro的外星抢先看影片 能看到Pixel 8配上了粉色机身 8 Pro则是米白色的 然后机身变得更加圆润 8 Pro的镜头圈圈也结合在一起了 然后最后底下一行小字 写着将它10月4号开放预购 此外推特上也有人发现 在官方自己的Pixel Simulator 手机模拟器网页中 曾经出现了Pixel 8 Pro本机 还可以透过不同的角度看它的外型 但没有公布详细的规格 总之这次的Pixel 8 Pro 应该是确定有以下三种颜色了 分别叫做Sky、Liquarice、Porsaline 应该就是所谓的蓝色、黑色、陶瓷色 陶瓷色或许就是刚才那部影片的米白色8 Pro 再来能看到车面还是保留了实体SIM卡槽 现前有专业表示 Pixel将不再支援实体SIM卡 全面改用eSIM看来是不符合现况的 然后Pixel 8 Pro也确定会新增一颗温度感应器了 以为官方自己有不要这个上去 那你们现在要找已经找不到这网页了啦 官方后来已发现不对劲 然后将Pixel 8 Pro给下架了 呃...说是这么说啦 但也有可能根本没有不对劲这回事 就是Google自己有意要不小心释出的 毕竟官方自爆本来就也是一种宣传的战术嘛 有这个来带话题 让更多人知道这手机 对知名度多少是能有一点帮助的 尤其又是这个已经被爆料爆成日常的Google 光我露出心机 距离正式外观影片发布又只有几天时间 这个...你确定真的不是一种商业操作吗? 但详细的功能与规格 官方都还没明讲就是了 各位就再期待一下他们的自爆 我是说他们的公告啰 再来第三则新闻 各位应该还记得之前 苹果WWDC发表会推出的 整经大家的穿戴式装置Vision Pro吧 而在推出这台产品后 头上之力与元宇宙的Meta董事长 祖克博表示 Meta的虚拟视觉技术 并会和Vision Pro产生冲突 但近期有消息表示 Meta还是有意要做出 可以与Vision Pro竞争的头戴式装置 而LG会是这次计划里的合作伙伴 他们会投入产品技术性的资源 包含了显示面板 电子元件等等 但是否会和Meta自家的产品 Quest Pro产生冲突 或是会以不同定位作为考量 这部分尚未得知 好有些人可能还不知道 Meta是有推出过一些 所谓的XR装置的 XR就是 扩增实境、虚拟实境 与混合实境的统称啦 那这些装置在台湾也有贩卖过 只是也不知道将来 这个Meta做出的装置会是什么样 跟苹果的Vision Pro又有几分相像 但我是真的认为 有些东西不是说能超越就能超越的就是了 尤其如果对手是苹果的话 就你懂的 苹果这某部分 已经可以说是无可取代的程度了 接下来第四则新闻 回到Google这里 但我们要说的不是Pixel 而是其他可能会一改你们既定印象的内容 最近他们释出了Android全线的样貌 以及宣传影片 Logo除了开头从小写变成了大写之外 N跟R突出来的头被磨平了 变成你们看到的这个样子 另外Google也更新了他们的机器人吉祥物 从平面变成立体的模样了 然后还是一样的可爱 基于这个宣传影片的内容 主要是将来Android装置会加入的东西 比如一些AI的辅助使用 Android Auto的线上会议功能等等的 好,回来讲这个外形跟自新 谢天谢地 这个经典的机器人还是有保留下来 而且你看 也跟随了近期的设计潮流 从原本整个平面化 变回以前那种偏向拟物立体的风格了 不过那张全身照是发生了什么事啊 Android机器人发福了耶 果然是使用者越来越多 造成他越吃越胖了吗 再来Android这行字 这个A确实是第一次变成了大写 在这之前原本是全部小写的 可是你知道 更早期的Android文字 其中D跟R是以大写来表示的吗 反正以前Android也是带给人那种酷酷的感觉 但后来大众化了就变得比较温润 亲近人 这么讲 有时还是会怀念早期有段时间 Android风格很具未来感的时候 尤其是某个Android版本啊 那简直就是Cyberpunk风 可不可以猜猜看我说的是哪个版本 将来有时间的话 我也会拍个影片来介绍一下 因为我手边也已经有搭载这系统的装置了 总之以上就是这期的折作来卡电 忙到一个不行啦 等到拍摄的时候外面都快天黑了 反正下礼拜会有什么样的规划 我刚刚已经讲啦 到时应该也不会那么快就发布 这个iPhone 15 系列的评测长片啦 准备这些都需要相当的时间 带给你们完整的资讯 足够添数的使用心得 还是比较重要的 就老话一句啦 各位也知道是什么了 祝你们都能抽宝店迎接下一个礼拜啰 谢谢大家收看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